进入废弃物处理厂区看似正常 但在往后走一块块的大型水泥砖被分散对方 桃园观音区这一家废弃物处理厂 一年前就被盯上 无限负责人发现处理废弃物获利变差 开始和其他家处理厂和化工公司勾结 并不时申报虚开处理文件 大量收受强酸强碱等故意态性废弃物 以不时申报方式清除至该公司非法处理 把容炼炉当焚化炉燃烧大量废异 过程产生含有带要线的集成灰 还被做成水泥砖提供景观工程使用 但炉渣去向不明 非法处理共675吨废弃物获利1亿534万元 以合法公司掩护非法行为 上下游互相掩饰 让有害废弃物脱离管制 流窜全台 微信负责任的25个人遭陶云递检 以违反非救处理法起诉 但造成的污染难以估算 三级新闻市民企团报道